全国两会即将开启 今次全国两会是党的二十大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两会 开局关乎全局新征程上的首次两会有何不同 小新为大家梳理出了五大新看点 第一 政坛将赢新阵容 此次全国两会上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将首次亮相 而适逢换届 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新领导层也将在今年两会上产生 随着各机构一把首名单和领导班子出炉 中国政坛将完成换届 组成新阵容 此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已经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 全会同意把这个方案的部分内容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可以预见新领导机构改革也将是今年两会上的关注焦点 第二 经济将开新局 每年全国两会都是外界观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窗口 开局之年中国如何开新局推动经济全面恢复 怎样发力拼经济 GDP增速 CPI涨幅 财政赤字等关键指标如何设定 一系列中国经济政策强信号将在全国两会上释放 第三 民主将写新叙事 全国两会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立法法修正草案也将提清审议 以法律形式护航全过程人民民主 而今年全国政协也是自1993年增设经济界别以来 首次增加了环境资源界别 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中国如何继续书写民主新叙事值得期待 第四 对外开放新举措 今日之中国是世界之中国 在开放中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互相成就 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 世界密切关注中国有哪些开放新举措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下一步对外开放做出明确部署 今年全国两会上 中国如何把开放切入点变为发力点 广受瞩目 第五 外交因应新变局 当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中国需因应新变局 更好地与世界打交道 今年正值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十周年 外界期待中国将如何以主场外交 讲述一带一路的合作故事 同时呢 今年也是中国新外长上任后 在两会场合的首次亮相 大国外交的最新动向 可以从中洞察 新中诚如何开新局 相信全国两会这场春天的盛会 将给出令人期待的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